美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,特别是在饮食文化的差异上,表现得尤为突出。 比如说我们国内有很多美食,在大家眼里,那可是几天不吃就馋得发慌的美味。 有可能在外国人眼里,却是一种感到不可思议的食物。 就比如在头段时间日本的一个美食论坛里,日本网友就评出了他们感到最难吃的几种中国美食。 日本网评中国最难吃的五种食物。 中国网友,不懂吃就别吃。 第一种,烤毛蛋。 说起烤毛蛋,这可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绝顶美味。 小编周围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。 只要一提起这个烤毛蛋,这位朋友真的会忍不住流口水。 烤毛蛋原来在北方比较盛行。 现在南方的很多地方也有了。 喜欢吃毛蛋的朋友,会这样形容它。 外面被烤得金黄焦脆。 咬上一口里面,会有软软糯糯的感觉。 并且还有些许细细的脆骨。 吃的是满嘴流油。 第二道,豆汁。 说起豆汁。 很多人那可真是一天不喝就想得慌。 特别是在早上,纯正地道的豆汁,再配上两个斩好的胶圈。 那可是最可口的早点。 不过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,这个豆汁在第一次喝的时候,还真有可能有些饭处。 那就是豆汁本身经过发酵而发出来的臭味。 但是很多人偏偏喜欢的就是这个味。 第三道。 猪大肠。 对于猪大肠大家可不陌生。 猪大肠本身确实有很浓的腥发味。 但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腥之后,用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。 比如说爆炒肥肠,肥肠炖豆腐,或者是卤水猪大肠。 猪大肠最大的一个特点,就是口感劲道。 嚼起来爽滑脆口,并且适当地保留一点点它原有的腥骚味。 味道反而会更加丰富。 第四道。 臭豆腐。 这个感觉和豆汁有些许相似之处。 就是属于那种闻住臭吃住香的食物。 如果远远地闻到臭豆腐的味道,也许真的会觉得特别不舒服。 但是如果走过来吃上一口,那种紧致的口感和特殊的香味。 顺便再闻一下外面的这种味道,可能感觉还真的挺不错。 吃臭豆腐这样的东西,是需要用内心去品尝的。 第五道。 大闸蟹。 这个小编就难以理解了。 他们为什么说大闸蟹难事呢? 每次揭开蟹盖,拨出辣油黄蹭亮的蟹黄。 吃的是满嘴流香啊。 好的大闸蟹。 肉质细嫩不说。 但是那个鲜味就足够了。 要是再配上精心配置好的调料。 这可真的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。